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 Travel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社交自由的三个人生取舍 社交自由需要放弃很多现实的利益和关系权衡 多少大佬早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 但是社交自由了吗 未必那些公筹交错的沿袭 名流云挤的合照 侃侃而谈的会议 有多少是出于让企业更高 更快 更强的筹划 又有多少是出于自己的喜欢 以下以第一人称来分享故事 故事内容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身边二十岁的小妹妹 羡慕我社交自由的状态几乎没有应酬 生活十分简单 其实不必羡慕 我既有前提 也有取舍 第一 我的职业不需要与太多人合作 我是写作者 写稿这件事一个人就能完成 专家型的人员比如科学研究者 舞蹈人员 教师等 因为更依赖专业水准 所以他们的社交自主权相对大 人际关系不是主轴 并不影响 假如从事的行业需要多方协作 比如化工行业 服装产业 农业 金融等 原物料 研发 设计 生产 销售这些环节 别说个体很难完成 一个简单的团队都无法操作 必须依靠分工精细的组织 有大量需要与外界交互的资源 还有交换的资讯 而这些行业的从业者 很难社交自由 第二 社交自由与年龄 所处人生阶段有关 我是个中年人 在自己的领域幸运 获得过一些成绩 虽然微不足道 但多少让我拥有一点话语权 一点自主选择的能力 暗尊老爱有的传统美德 别人会被迫理解我的不热情 回忆自己二十岁出入职场时 我同样没有社交自由 反而处于狠狠社交的状态 倒不是为了攀缘人脉 而是打交道的人足够多 才能了解不同例行的人 才能看到各种不同的状态 才能判断自己 到底适合怎样的职业与生活 假如二十岁时 没有去做所谓的无效社交 人很难知道 自己的哪部分努力 会对将来有决定性作用 都得经过时间检验 所谓社交自由的状态 几乎没有应酬 生活十分简单 第三 我不介意被评价为冷淡 不在意无关人缘的抚评 我对真实和真诚的追求 原高于不动不扬的好评 我更加尊重自己原始的感受 假如对方实在讨闲 我简粹表现出现 捉的不干了 管你拿的直接和不耐烦 该生气就生气 允许自己偶尔不得体 保留一点做泼妇的权利 我不再总想证明自己得到认可 谁喜欢我都不如自己喜欢自己更重要 你看我的相对社交自由就是这样来的 社交自由其实是比财务自由更难获得的体验 多少大佬早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 但是社交自由了吗 未必那些公投交错的沿袭 名流云集的合照 谈侃而谈的会议 有多少是出于让企业更高 更快 更强的筹划 又有多少是出于自己的喜欢 社交自由不是想认识谁就能认识谁 而是不想说话就可以不说话 这需要放弃很多现实的利益和关系权衡 就像胡斌散记中孤独 自由清贫的缩落 极少有人能达到 至少我达不到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 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